2008年的10月11日 天气是亚安典型的阴天 团团远远二号别墅的进出 依然受到严格的管制 不过今天参观的重点 不是团团远远 而是今年度陆续出生的 熊猫幼崽 这一只在保温箱中熟睡的幼崽 是在9月3日出生的 妈妈的名字叫竹韵 而竹韵呢 也就成了她暂时的名字 竹韵虽然出生快要40天了 但体重却大约只有1400公克 不过比起刚出生时呢 已经重了有十倍之多 小竹韵该是醒了 只是一个多月的熊猫 发育还不成熟呢 她的眼睛是张不开的 这次到熊猫繁育中心的参观 得到一个意外的惊喜 就是让大家见识了 这位看着团团远远吃奶长大的 超级熊猫奶爸 这个是多少天 这个是90多天 这个是90多天 每三个多月 这只幼崽名叫郭果 他暂时引用妈妈的名字 是2008年7月6号出生的 这只幼崽名叫郭果 出生日期呢 比郭果足足晚了半个月 整个繁育中心在2008年 总共出生了14只熊猫幼崽 小一点的可能只有几十克 大一点的有200克左右 是这样是吧 对对对 那么它的生长速度大概 它的生长速度挺快的 一般来讲的话 一个月左右的话 就可以长到1000克以上 1000克左右 那一般我们喂是用什么去喂它 就是我们就是 这边一个配方奶粉 我们自己就是配的一种奶粉 好像一般这个熊猫生下来 一定要吃母奶 这样它免疫力才比较好 是吧 对对对 要吃母奶 来看这位就是郭果本尊了 他今年生了一对双胞胎 也就是说 刚刚所看到的小郭果呢 还有一个双胞胎的姐妹 照样员利用食物 将郭果引到隔壁的龙舍 这才得以顺利进入原来的龙舍中 爆出这只二号的小郭果 这么做的目的是要进行交换 也就是说 接下来的十天将轮到刚刚第一次看到的一号小郭果 进到龙舍里接受母爱的照顾 两个双胞胎之间相互交换 相互交换 大概几天要交换一次 小的就差不多十天换一次 所以通过吃母奶以后呢 它就是增加免疫力方面 很好一些 快点进走 这个也叫狗狗啊 它是双胞胎吧 看看这个 好了一号小郭果该出发去陪妈妈了 看得出来 每个熊猫奶爸都经验相当丰富 熊猫又在服御不义的难关 已经被它们打破了 它们打了 这个效率是交换就不一样 现在打了 它们打了的话 这个熊猫它就不理 就放在旁边了 你看现在这个猪猫它就是放在旁边就不理了 所以交换就很容易 很容易就交换了 一有吃的母熊猫呢 可就没空理会熊猫幼崽了 所以想趁机抱走熊猫幼崽 一点都不难的 不过吃饭以外的时间 母熊猫呢 总会习惯性地将幼崽搂在怀里 母爱的本性就显了无疑了 就野生的熊猫而言 熊猫妈妈通常会将幼崽照顾到一岁左右断奶 并慢慢让它学会自力更生 母熊猫再多怀孕之后呢 便会将这个孩子驱离 就算是没怀孕 最多也只容许孩子跟随自己到两岁半 所以野生的母熊猫 大约是每两三年会生育一次 而人工圈养的母熊猫则几乎每年都会生育一次 这是顾及到熊猫族群量不足的富裕压力 所以熊猫幼崽长大到六个月之后呢 会强迫地断母乳 改由人工完全地补育 好让母熊猫能够恢复怀孕的机能 紧接着就要进行交配跟繁殖了 最近多年 四川每年几乎都能成功地繁育出15只左右的熊猫幼崽 这让熊猫富裕界相当地振奋 虽然截到目前为止呢 仍然不清楚熊猫这个物种的未来 但至少呢已经守住了保种的底线 使这个特殊的物种不至于灭绝 这些在温室中长大的熊猫可能永远都想象不到野生熊猫每天所要面临的生存压力 尤其是一到发情期 光熊猫呢甚至会为了跟母熊猫交配 而设法残杀母熊猫身边的幼崽的 听来有些残酷 但却是最自然而最真实的优生法则 只有能一再地突破困境 度过危机的超强个体 才能够在自然界安身立命的 2008年512大地震 可以说是给这些熊猫很大的震撼教育 包括团团远园也都吓跑走失了 但在面对野外的山高地阔之后呢 他们最后还是选择回来过着 这种泛来张口的安逸生活 从沃龙转过来的时候 我们就发现很多问题 每天有好几只熊猫跑出来 真的啊 那怎么办 随时我们盯着他 我们的保安 我们的工作人员就在那儿守着他 等他熟悉呢 知道他哪个地方也容易出问题 容易容易对我们的保安 发生就更改我们的修 对他们的饲养人来这地区 撞牙专家 有人曾经开玩笑地说 突破了寿金难 怀孕难 育幼难 这三难之后 养熊猫呢 就跟养狗一样的容易了 这话或许不假 但两岸呢 并不能用这样的心态 来进行熊猫的交流 既然团团演员来台已成定局 两岸呢 就该发挥更大的智慧 让这次的交流意义 不再只是一场珍奇动物的展示 而是生态保育的宣誓 可以建议做茶馆 什么茶馆 这些用这个 用那个小的 不用那个小的 用那个小的 这个就可以 可以 可以